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佳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434集 这些乱七八糟的都是什么呀 瞥见那神秘莫测的洞玄子三十六三手彩抄板 小夫人脸儿发烫 轻呸了一口扭过头去 呸 你这是做什么 快些收起来 夫人莫非是闲着聘礼太轻了 林三摇摇头 面色正经 夫人 这些东西与我的性命真操并列为林家三宝 绝非是浪得虚名 就说这迷药吧 乃是行走江湖必备之良药 小弟曾数次靠他化险为一 再说这火枪 威力其大 战场上无数次救过我的性命 洞玄子三十六三手就更不用说了 夫人也见过他 此乃是我师门至宝 重要性不言而喻 尤为难得的是 这本还是彩抄版的 弥足珍贵 这些可比什么金银财宝 珍珠玛瑙的重要多了 也可见我的诚意呀 萧夫人点点头 面上浮起一丝微笑 你果然有些诚意 只是我上次说过的话 你应该还记得 我萧家虽然钉单薄 却也不能让人说闲话 欲装和欲弱 你只能娶一人 林婉容也不与他争辩 将那聘礼一股脑塞进他怀里 夫人 你先把这些质宝收起来 免得有盗贼看了眼红 那散手你就贴身收藏吧 落到萧小叔里可就不得了了 这迷药 火枪 还有那修鱼见人的画册 我一个妇到人家收拾起来做什么呀 萧夫人忙一推手 粉脸张红 还是你自己留着吧 没准哪天用得着 你若是有心 便请个媒人备好高饼红筹 直接上门提亲 这些你家门的质宝 还是你好好收着吧 他急急退了两步 脸色红得通透 那林三手里拿着的便仿佛是洪水猛兽 林婉容哈哈笑了两声 夫人果然人厚善良 乃是我等学习的楷模 既然如此 夫人 那这事就先这么定下来 等我那边事情处理完毕 再挑个黄道吉日 迎娶小姐过门 到时候两家变一家 亲密无比 萧夫人恩了一声 旋即抬头 嗯 不对啊 林三 说了半天 你到底是要迎娶玉霜 还是玉入 唉 到时候再决定吧 丁婉容深深叹了口气 脸色为难 不管是大小姐还是二小姐 谁的心情好就谁上花轿 我也不能让夫人为难不是 就这么定了 夫人 我出去工作了啊 萧夫人急忙拦在她身前 柳梅倒树 怒道 这是什么话 花轿抬到门口 却还不知新娘子是谁 哪有这样的事情 那愈霜愈弱谁的心情能好 不行 你今天就要把这件事情定下来 不然 我就和你没闻 他神情恼怒粉 脸生辰 洁白的脸上带起一抹淡淡的蕴红 自有一股迷人的风韵 倒似是个二十多岁的花信少妇 夫人 我要能决定 就不用这么为难了呀 林婉容双手一摊 苦恼笑道 我与大小姐相知 与二小姐相恋 我对她们的感情一般无二 你叫我选择哪个呀 你忍心让我选择吗 反正 必有一人要伤心 选谁都是一样 夫人 你就自己决定好了 他拉开门栓 往外行去 行动甚是坚决 萧夫人恼怒至极 这林三嫩的奸华 竟把这些事情推膛到我身上 这手掌手背都是肉 叫我如何割舍 他犹豫半晌 不知如何抉择 见林三便要行出房门 匆忙之间银牙一咬 林三 你回来 等的就是这句话 林婉容刷的一个转身 嬉笑着道 夫人 你叫我呀 萧夫人摆她一眼 恼怒地哼了一声 哼 莫要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鬼心思 想要欲双欲弱一起去 你就明说 哪里学来这些不找编辑的鬼道道 夫人高见 一眼就看穿我心中所想 果然是女中英豪 经过不少徐美 林婉容竖起大拇指赞道 萧夫人叹了口气 苦笑着摇头 林三 不是我故意为难你 只是我萧家孤女寡母 一门三女子 本就是扎眼得很 那些背后脚舌根 等着看我们笑话的 不知反几 我们须得步步谨慎 莫要给人家落了口石 郁若和郁霜在精灵 也是出了名的规格秀女 来来往往求亲的公子 早就把我家门槛都挤破了 我要将他们两个都许了你 即便他们不在乎 可世人背后怎么看 宗亲祖老那里 要如何交代 那风言风语 还不漫天而起了 萧夫人守寡多年 忠贞劫列在金陵素有美名 世人景仰 这一点林婉容自然清楚 她横了一声道 夫人何必在意这些 我和大小姐二小姐乃是自由恋爱 谁敢在背后交车根啊 萧夫人摆她一眼神色又羞又恼 你是男子 你当然可以不在乎 只是我们女子的名声 得来困难 悔之容易 若是郁若和郁霜一起嫁了你 那精灵还不炸了锅 人心隔肚皮 什么恶毒的谣言都能生起 只怕就连我 也要被你牵扯进来 夫人翘脸染上点点蛋红 后面的话没有出口 原来如此 林婉容摇头叹道 哎 夫人顾虑太多 做人若都像你这样 瞻前顾后 爱得恨得都不敢说出口 人生哪有快乐可言呀 萧夫人深叹口气 喃喃坐在椅上轻轻道 这些都是我的命 我早已习惯了 可郁霜和郁弱他们不一样 他们还年轻 还有许多的岁月没有度过 若是因摇影而坏了他们的终身 那就是我的罪过了 我说这些 你可能理解 她神色欺然泪珠隐现 脸上满是无奈之色 林婉容朗声笑道 夫人 我可以理解你的苦衷 但是绝不赞同你的行为 诚如你所说 不可因谣言而坏了大小姐和二小姐的终身 请夫人想想 如何才是爱他们 又如何才是误他们 像您这样棒打鸳鸯 让他们一生一世都难得快乐 便是爱护他们吗 夫人 想想你这一辈子的苦衷 再想想大小姐和二小姐 什么才是幸福 你应该比我理解的更深刻吧 话风到此戛然而止 萧夫人眉头微醋 凝神沉思 屋中静溺之极 只听见他轻轻而又急促的呼吸声 他指着一袭贴身的睡衣 衣衫单薄 却更衬托得风胸柳腰翘臀 形体丰满圆润 血肤欲言中别有一股成熟的风韵 萧夫人年轻时便是风华绝代的美人 就连当今皇帝也曾为他寝食难安 如今虽是女儿已成年 却容颜不改 更多了一分楚楚幽怨的气质 叫人赞叹不已 林婉容看得目眩 夫人也不知是怎么保养的 三十六七的年纪生得还像个小姑娘似的 若是清玄宁儿他们也有这个本事 我可就是天底下最有艳福的人了 好一张利嘴 正看得来劲 却见夫人眼神流转 翘脸生出一抹粉色 轻声开口 林婉容急忙整了整脸色 做侧耳倾听状 夫人微叹一口气 或许你说的对吧 没有什么事情 能比愈弱愈霜的终身幸福更重要 定三 我答应你 真的 林婉容一下跳了起来 紧紧拉住她的小手 夫人太谢谢你了 萧夫人不动声色地抽回小手 瞪她一眼 你莫要高兴得太早 我还有几个条件 你需得应穿了 我才能答应你 什么条件 林婉容兴奋之下早已按捺不住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丁 第一 我萧家虽不是豪门大户 却也非集结无名 欲若和欲双嫁于你家门 须得你明媒正取 请徐位作媒 号令传于天下之 不可委屈了我女儿 应当的 应当的 林婉容乐得没开言笑 我在杭州给徐位作的没 如今正该她还我一个人钱 其二 欲双欲弱 乃是清白女儿 绝不与人作妾 你虽娶了公主 但若是她逼我女儿作妾 那是休想 这个也说不上什么条件 在林婉容脑子里 根本就没有什么妻妾之分 都是自己老婆 一碗水要端得平平的 夫人放心好了 清玄的贤良淑德 一定会和大小姐二小姐相处得很好的 我一人头保证 夫人冷冷道 贤良淑德可不是口里说出来的 你那人头还是好好留着对我女儿吧 其三 我要你 她顿了一顿 林婉容惊得退了两步 惊骇道 夫人 你说什么 你要我 不要太过分 我可不是随便的人 你胡说些什么 夫人休脑交加 恨不得凑上小姐 替她两下 我要你入赘我小姐 不要就算了 林大人失望地摇摇头 待听到夫人后面的话 顿时吓了一大跳 入赘 你到底是嫁女儿 还是娶女婿啊 我老林家久待单传 打死我也不会入赘 你死了这条心吧 夫人摇摇头无奈道 我也知道 这是委屈了你 但是我将小家两个女儿都驾驭了你 宗族亲戚那里 总要有个交代吧 你若不要入赘 也还有个变通之法 也不知你愿不愿意 说说看 抹了抹额头冷汗 林婉容心惊胆颤 招妇马我入赘你 萧家 夫人 你还真不是一般的勇敢呀 萧夫人小声道 此事说来 也甚至为难 我萧家人丁单薄 偌大的一个家业 唯有两个女儿继承 他们一起许了你 这萧家 你便占去了大半 宗旗那里也难以说得过去 但有一法 可让他们闭嘴 只怕 你不肯 你都差点让我入赘了 还有什么我不肯的呀 林婉容大肚地摆摆手 示意她继续说下去 欲若欲双与你成婚之后 若她二人能生下男丁 你可否娶一人姓萧 夫人小声说道 脸上有些难为情 如此一来 我萧家既成有后 宗亲们也无话可说 你看怎么样 大小姐二小姐与林三成亲之后 生下的孩儿便应姓林 这是祖宗的规矩 外姓过继对林家来说 是大大的犯忌讳 故此萧夫人才小心翼翼 这样啊 林婉容满面男色 夫人 儿是我身上掉下的肉 让她不姓林改姓萧 这简直就是欺负人啊 萧夫人急忙解释 不是的不是的 只有一个孩儿嘴母性而已 她还是你身上掉下的肉 由你抚养教导 与其她的孩儿一般无二 这是将来萧家的家产 由她继承 另开一只而已 儿随母性 在这个时代 是一个大大的忌讳 但在林婉容眼里 那就根本不叫事 她故作矜持 沉吟半赏 梁酒风才开口 夫人 你这是在挖我的心头肉啊 哎 罢了罢了 谁让我对两位小姐痴心一片呢 就娶一个孩子姓萧吧 不过夫人呢 生不生孩子 可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其过程很麻烦的 你要多给大小姐二小姐做做思想工作 让他们多多配合才行啊 夫人倾佩一声 脸色惊喜 这么说 你是答应了 哎哟 林三 没想到你这样豁达开明 以前是我小看你了 嗯 哎 今日本该大喜 可是欲若她 却还不知被带去了哪里 夫人神色萧索 林婉容摇头道 夫人请放心 大小姐不会有事的 我向你打包票 过不了几天 她就会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你面前 林三小事吹牛皮 大事却从没马虎过 夫人听得欣喜 那便好 林三 你快去去寻徐位 上她宝梅来 以免夜长梦多 又生了波折 哼 圣职又怎样 我女儿就要胜过那公主 望见萧夫人眉眼间的笑意 林婉容隐隐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恼了半天 原来是夫人在拉我上套啊 亏我还自以为聪明 奶奶的 夫人的演技简直就是出神入化 林婉容转身出门 走到门口 呼地转过头来笑着道 哎 夫人 你刚才说 要生一个孩子姓萧 到底是真是假呀 自然是真 夫人微笑道 怎的 莫非你想反悔 嘿嘿 不是我要反悔 林婉容嘿嘿一笑 只是我突然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夫人 你还年轻 要生孩子 完全可以自己来吗 何必借助我呢 你作死啊 砰的一声轻响 萧夫人恼怒之下 提起绣花鞋狠狠扔了过来 正砸在门框上 林婉容一个闪身钻了出来 哈哈得意地笑了两声 小小地调戏一下 也算找回了场子 行到前面店铺 就见二小姐躲在门后 正探头探脑地往院里打量 小脸上粉中透着咽 满心期望 又娇羞满面 纯真中带着秀美 说不出的妩媚神态 见林三行过来 玉霜休息交加 想要走开 又挪不动步伐 低下头去小声道 坏人 你和娘亲说了什么 林婉容拉住她小手 嘿嘿笑了两声 嘿嘿也没说什么 就随便聊了一下 聊完就出来了 二小姐神色异紧 那我 我们的事 我们的什么事啊 林婉容笑道 我忘记了 玉霜粉脸沙白 泪珠在眼眶里打转 这么说 你没和娘亲提前 你这胆小鬼 我讨厌死你了 我才不胆小呢 林婉容哈哈大笑 抱着她柔美娇嫩的身子 打转了几圈 你就做好喜跑红盖头 等着大花轿上门吧 二小姐刹那一阵眩晕 脸上如染秋风 满心的欢喜 伴随着泪珠滚滚而下 叫你哄我 叫你哄我 玉霜在她胸前 打了两下 又轻轻揉了两下 脸上的笑容 将小脸映得 如鲜花般灿烂 却又唯恐被她看见了 只得英明一声 埋头她怀里 不敢抬起头来 林婉容心中百感焦急 在她耳边亲吻一下 二小姐悠悠道 林三 你有没有对娘亲 提起你和姐姐的事 林婉容还未回答 就听玉霜又开口 你要是没提 我就再也不理你了 还有这样的威胁 林婉容哈哈干笑 提了 当然提了 只是夫人的态度 娘亲的态度怎么了 玉霜一阵紧张 是不是娘亲不答应 你这死人 平时能说会道 怎能连娘亲也说服不了 不行 姐姐不嫁 我也不嫁 二小姐 说真的 你不嫉妒吗 林婉容无比正经问道 萧玉霜泪水满面 恶狠狠地咬在她胸膛 坏东西 谁嫉妒了 我咬死你 欺负我不算 还要欺负姐姐 林婉容在她肩头轻拍两下 二小姐松了口 柔声一叹 她是我姐姐 我不该逗她的 坏蛋 你要是敢欺负姐姐 我饶不了你 林婉容嘿嘿一笑 那你是希望我多疼大小姐一点 还是多疼你一点 小丫头沉吟半赏 嘟着小嘴 看她一眼 纷纷哼了一声 对姐姐要好 对我更要好 她好我也好 一个也不能少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